耿鬼为什么能逆袭成主力 这四场比赛说明了一切 耿鬼是小智在旅途收服的第二只宝可梦 也是在关多地区收服的第13种 而这只耿鬼和以前的活主们有着相似的经历 都曾经是被抛弃的宝可梦 不过耿鬼在被小智收服前 就已经是一只实力很强的宝可梦了 尤其是个头比起大多数耿鬼都要大 非常像是阿尔周斯传说里的头目 不管怎么看耿鬼肯定是潜力无限的 可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小智和耿鬼的配合却屡屡出现问题 导致耿鬼经常变成炮灰 但到了后来耿鬼出场率越来越高 直接逆袭成了主力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耿鬼参加的四场比赛 1.耿鬼出道战 对战库夜市代理馆主 小智在了解到世界锦标赛后 很快就报名参加 而他出道战的对手则是库夜市的代理馆主 毕斯奎斯 当然这也是耿鬼的出道战 毕斯奎斯虽然只是代理馆主 但是他的雷丘实力还是很不错的 在和皮卡丘的同属性对接上 双方势均力敌 于是小智为了尽快解决战斗 就派出了耿鬼 而耿鬼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 用黑夜魔影和轻快的速度上场 就形成了压制 接着用精神强烟送走了雷丘 但是在面对第二只顽皮雷弹的时候 就有点不是对手了 毕竟顽皮雷弹在不停滚动下 哪怕是零巧的耿鬼也不可避免的被击中 连续几下耿鬼只能被击败 不过在倒下前 他还是用精神强烈消耗了顽皮雷弹 减轻了皮卡丘的压力 最后取得了胜利 由此可见耿鬼出道战还是挺让人满意的 二小只对战可尼尔 耿鬼沦为炮灰 这场比赛是小只从一般级晋级超级球级的关键比赛 恰好他的对手是和他性格相仿的好朋友科尔尼 巧的是科尔尼差超级球也差一名 所以这也意味着他们要全力以赴 小只这次首发的是耿鬼 科尔尼则是派出了师傅佑 虽然说格斗系打不了幽灵系 但是科尔尼这边也非常聪明 先是用了飞行系的杂技 又接着用极速折返 换上了路卡利欧 而路卡利欧二话没说 就用了地面系的棒骨乱打 因为耿鬼特性从漂浮改成了诅咒身躯 所以棒骨乱打对付物防滴的耿鬼 效果非常的好 但出乎意料的是耿鬼直接被顺秒 让人是猝不及防 虽然前面说是全力以赴 但小只这明显有点放水 让耿鬼当炮灰啊 又或者是小只在这时 压根就不怎么会耿鬼 但就算是耿鬼在这场毫无作用 最后比赛的胜利还上准神快龙 强势拿下 三小只对战电刺 主角不是耿鬼 小只在晋级高级球技后的第一场对战 就是对付有着神奥最强管主之称的电刺 而耿鬼也是在路卡利欧顶不住电力上身的时候 被小只选择派上场 当然电刺见到冷清猫不在状态 也快速换成了旋转骆托姆 双方分别使用出了黑夜魔影和空气斩 虽然双方势均力敌没有造成伤害 但这里我还是想吐槽 都已经高级球级了 耿鬼居然还带着固定伤害的黑夜魔影和无垢的冰冻前 但凡用暗影球或污泥炸弹都要更好上一点 很快耿鬼就被旋转骆托姆的电磁波给麻痹 这对靠速度吃饭的耿鬼来说直接就飞了 再加上接下来的货不单行 大脆皮耿鬼完全顶不住再一次沦为了炮灰 超级具耿鬼成为最大功臣 能够看出上面几场比赛 耿鬼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差 而这很大原因还是小只没有真正去了解过耿鬼的配招玩法 于是在耿鬼连续成为炮灰后 小只痛定思痛特意去找了幽灵系馆主欧尼奥 让他帮助耿鬼胜利超级句话 顺便也让耿鬼忘掉了黑夜魔影这种在世纪赛上没用的招式 而是学会了魔法闪耀和污泥炸弹 没多久后小只就在高级球级碰到了坚定阵的玛丽 而玛丽也派出了长矛巨魔来应对耿鬼 比赛一开始两边就打得非常激烈 但耿鬼还是落入下风 不过在即将要陷入瞌睡的时候 耿鬼就通过拉扯眼皮的神操作防止瞌睡 更离谱的是小只在让耿鬼超级句的时候 还一口吞下了用滴滴金钩壁的长矛巨魔 化解了攻势 最后抢先一步用暗影球结束了战斗 由于属于这场比赛还是很精彩的 能这么秀操作的也就小只独此一家了 当然这场比赛只是耿鬼逆袭的开始 因为在最新的剧情中 耿鬼也是将要在八大师对决中成为对抗大物的主力 魏斯小只还特意让他去学了鬼火 能够重新被小只重视 跟鬼也算得上是苦尽甘来了